梦中东东风黄鸣四海 方普拉斯加油 拿出来了之后 看一下这一盘两边的一个分线 方普拉斯的阵容改动是比较大的 老干爹和上一局基本上是一样的发育路线 方普拉斯这边就下路少了一点先手的能力 多一点保护 然后上路这边的一个 打发育会多一些 不会打得太拼 小天有一点点想法 扫描扫出来之后知道自己是没有被看到的 但是对面的打野也在旁边 来了 黄牌一定 下车参与组在压线的话 第一线力量可以支援到 但这边一勾勾 反应勾也勾中了 勾进了一个塔 Mark这里吃了一下防御塔的伤害 不过艾希这里一直在A里面想 围在下半区 有点想法想上 看一下这个位置 在抓牌的时间 直接被定住了 西叶血量非常非常低 不过躺回了防御塔点 想进来杀 最后一发Q技能打上去了之后 收掉了人头 自己拿到一血 不过也死在了塔下 小天这里怎么走 狼行在旁边围着 哇 也走不掉了 这个位置应该走不掉 不过开了一个Q技能 反正回了一下血 但是后续一边小华生的Q非常精准 直接拿下这个人头 本来是想让头的 即使给到了一个防护 但这边又来一波 异技能一到 但锤里边勾没有勾准 勾到一个兵 既然没勾到 那就扔个东 直接把人接回来 救一下 也是看到了旁边的Mark 没有选择继续打了 不过小华生 这个时候也在家里面 盲僧也不太想往这边赶了 那这一波 是在前期野区遭遇里面 老哥那赢下的情况之下 第一条小龙 被Fanplus给拿到了 这把下路对线 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林伟祥是对线打得比较凶一些 一直把兵线给压过去 对 而且这边目前也是一个不到领先 不过这个位置第一时间 花生摸了一下眼过来 但还被青龙那边大招给炸死了 中间人头 正面的话下了一个 蓝量不是很多的西叶 但后面狼显过来保了一下 红刚刚动先锋的话 现在船长是没大招的 而且熊直接回去了 没什么问题 两边就前期的一个先锋 跟小龙之间交换 鳄鱼和船长都是有TP的 第一时间没往这边走 但是艾希的一键超远距离 被熊给躲开了 冲掉了 看一下上面这边 有没有可以吃到 上路打出一个橘子的 对 上路刚刚看那个位置 感觉就是 空子哥头上有一个靶心 然后先锋直接放 但是下次直接被碰住了 哇 瞬间秒杀 直接收到一个人头 秒了快信 鳄鱼来了 这个鳄鱼进场 火力全开 配合着自己的队友 直接把熊给解决掉 正面有一个 垂时的幽冥监牢减速 不过霞虎先锋的话 方普拉斯边没有处理掉 但是上路看一下 这里船长又是继续 吃一大波发育 但是为了回来处理 这个霞虎先锋 所以这个小龙也没有急着开 在兑换的结果上面 方普拉斯是占上风的 公子哥先回家了 但是身上三层 马上叠出来 大招命中 然后一堆技能打上去打掉了 鳄鱼这个时间点 这能力太强了 踢下来了之后 势不可挡 配合泰坦勾过来的人 直接把你勾离登陆 可以拉出的位置 方普拉斯先动我龙 由于自己上路里面一个TP 看一下艾希 艾希要的先手 大招射出去 但是有点歪 直接从两个人身边 擦过去了 垂直都动 能不能捡到 上面有两个眼 只能交大招往前走 一勾 一勾 勾到了这边的瞎子 但是不敢跟饿 由于自己这边状态不够好 在艾希没大招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对塔内的人 没有什么威胁的 一勾勾中了 直接交了一个灯了 逼出了平衡的一个闪现 躲开了 维魯斯的一个大招 这边mark一勾勾到了熊 不过考尔马第一时间 也过来支援一下自己的队友 看着这个覆盖锁 怕了呀 是 上路这里想抓一下金贡 金贡位置应该是没了 大招想最后清了点线 马上16分钟的时间 中路担一脚 熊惊雷落下来 收下皮纳的人头 这一波 小阿生有一点点大意 看到自己家这边 队员的位置都很远 所以说这边也是不练战 下路这里又来抓金贡 后面还有一个瞎子来等着 金贡这边过来反打 卡巴这边直接开大招 但是显现过来一个 直接被苗表规避了 他伤害 Q跟到了之后 收下人头 这波蜥蜴苗表起到了作用 保住了自己 而且贡子哥的闪现也是交掉了 上路带着霞悟先锋 过来想推 狼行在塔下 而中路 快尔玛 赶紧互相骂克过来救援 上来打一套 但是 也留不住人 一为一的话 雷永苏代表已经放 第一时间换拍子站住了 这边那个视野IC的一线空掉了 来不及了 正面 蓝色王已经是把小龙虫 给打掉卡巴菲的位置 迎面跑来一头熊 反手一勾 没有勾到 龙幣拉了上去 小龙这地方又被秒了 没有踹出来 测试看一下 能不能够击杀维鲁自立内翔 直接交了一个闪现 往后面去拉 来开始回头输出 小天 被泰坦勾了一下 泰坦原地开出秒表 保住自己 但是感觉保不住 保不住了 后续内翔还拿到这个人头 这边一勾 勾住了狼行 看一下登陆这边 龙幣接了一下 狼行这边想换 换掉刘青松 但正面的话 全板都走不掉了 直接拉上去了之后 瞬间秒杀 杀害非常之高 只剩蝎自己一个人 捏着一张黄牌 贡子哥 贡子哥虽然有想法 但是不太好追了 贡子哥就画风一转 先把正面的一个 两个人去除掉 看一下下路又来了 同时亮TP 但是红色方的人非常多 这个过来都是四个人 除了爱惜善业的人都在 贡子哥一桶炸过去了之后 多云碧开四季的 表表 规避伤害 但是一张黄牌伺候 把它留在原地 虽然回血回到非常之多 但是还是被 两个人围殴之死 是 老干天这四个人 没有一个减治疗 所以这个时候 赛拉斯感觉 可以拖很久 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金贡这边 回头帮助的话 他一是没有大招 没有有重伤的爱惜在中路 这波其实第一时间 立场一直真的很尴尬 他是击了一脚传掌 但是这一期 没有太大的效果 是 然后马克跟狼星 确实盯住了 下优打起来了小地图 我们看一下垂石被找到了一个机会 会不会就是那种泰坦 就看到这种草 就尝试性一勾 勾种了 然后后来的话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鳄鱼有一个词 我这边勾到了之后 直接泰坦的大招 被塞拉斯给偷走了 第一时间挂上去之后 泰坦应该没了 不败锁链收下人头 而且特意 变叹地被熊拍了一下 赶紧摸队友往后撤 再尝试性的一勾 没有勾到鳄鱼 AD以及中单交掉大招的情况 可以直接把这条小龙给空下来 龙魂拿到 而且是前四条小龙完全空住 打龙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应该是要拉开了 放了 但这个位置感觉有点脱节 偷了艾希的一个大招 看一下这一剑 狼行闪现直接躲了 不过刘青松的跟闪也是交了出来 熊 熊在离得相对有点远的位置 但是垂石可以尝试一个 正面 龚币被开到了 但是交了一个精神 龚币伤害 随时交起自己的一个大招 来保护住自己的C位 林伟祥没有被切死 而正面鳄鱼已经倒地 狼行这边进场想冲阵 但第一次 方布拉斯进行收缩得很好 没有去管这边老干爹的后排 而是稳稳地帮助林伟祥 去把这边狼行处理掉 但是这波打完之后 方布拉斯的一个血量并不是很高 林伟祥这边闪现一个进场 直接被吓到这边反身给秒掉了 而且防御塔要掉了 这波感觉还是想过来去追一下 一张黄牌定住正面 构子哥也没有办法走 随时反手的构子是空掉了 熊都在往这边走 有两个踢 熊这边是有惩戒的 12级是比小孩上第一级的 感觉要抢的话 真的有点难抢 这个时间第一时间 就是老干爹出来 直接去限制你的人 给你机会 但东西滴下来 直接把虾子秒掉了 100多血的龙 直接被卡牌一个牌收掉 哇 这一波是杀掉了打野 但是卡牌拿了龙 哎呦 小天这里的一个闪现 都在哪里了 刚才是不是被上面那边狼行 给逼出来了 哇 打得非常的紧张 这位置 哦 直接交闪 这个位置交的闪 嗯 鹿鱼以及黄牌 看他这个时候 闪已经没有了 嗯 尽力了 卡牌好像是一张黄牌 把龙给拿了 对 哎 老干爹直接开龙 哎呦 这个时间 放下来这里 来不来得及 打得挺快的 是 金贡直接提到线上 卡牌这边开他 看一眼 直接拉开了 逼了一个传送横转 哎 直接过来偷水晶 但是这个龙怎么说 龙3000选 盲层Q技能 尝试一下2000 1000多 皮纳特下来了 这个龙是谁的 红色风抢到了远古龙 这一包皮纳特下去 直接把龙给拿到 而正面卡牌继续在带 多云币 已经被远古龙斩杀到了 后续这边 维鲁斯闪线 跟上来跟伤害 秒掉了一个艾希 配合自己的船长 在正面这边 卡牌已经推掉了 中路一个水晶 拿到上下之后 看一下狼型的位置 要不要去打断一下回程波 第一时间 这边的小天已经回来了 熊再从后面绕 而正面 船长也已经跟过来了 先把卡牌给留住 留住了之后 卡牌开起急步 被熊一屁股坐住 后面 林伟祥也赶了过来 E技能没有减速到 是 这边开了急跑 这边跑的是很快的 推了一颗门牙 把牙拔掉了之后还走了 照一下 正面 因为中路的兵线 已经推过去了 熊继续直接 直接到了 这边传送被打断了 感觉熊继续有机会 直接拆掉 对一下对比 又没表了 但是经过是没有传送的 一发一发牌 A到水晶上面 直至把他A到毁灭 那我们可以恭喜老干爹 在第二局里面 是把比分成功扳平 是的 出人意料的一个结局 感觉DoingBear的一个反应 还是挺快的 看到卡牌开大敌 瞬间就已经知道 他要去做一个偷家了 看这里泰坦 留住了 很关键 而且我觉得老干爹 是很清楚自己一个阵容 跟对面阵容比起来的 一个劣势 就是在于团战AOE能力不够 所以说他们这边 也是一直在极力地 去跟FUNPASS 避免一个正面的团战来打 是的 MVP 应该是西叶吧 西叶 318的一个卡牌 73%的参考率 很高很高 对 竞争差也很高 他这个赛季第七次的MVP 拿的次数也非常多 而且这场确实就是 一直给到FUNPASS 这边很大的压力 其实最近状态 都还蛮好的 嗯